哈喽我是妙姐 今天呢我做这个视频是想解释一下 我最近这个视频断根的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断根呢 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和苦衷的 我发现断根这个事啊 你只要断了一天 然后你就第二天也想断 第三天也想断 其实呢追究其底呢 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原因 其实我这个啊 我是二零一几年 我忘了啊 就有这个账号了 但是我这个账号一直是游客的 这个身体读上面的资讯啊 新闻啊 但是呢我进入这个 原创视频这个圈子里 是没有人引路的 也没有任何学习 实际上就是在看同类型的账号 看别人分享的是什么内容 然后做的是什么视频 然后跟着学一点 然后自己边揣摩 边发视频边学 最开始呢我就发的是一些 生活日常 是跟别人学的啊 就发了一些生活日常 发着发着 在这个期间呢 我就会去想 为什么别人有点播量这么高 我们的点播量非常低啊 我就琢磨这些事情 然后就发现 视频有很多类的风格 好我做了几个月的这个日常以后呢 没什么改善 我就在想 有些主播 他也做 直毛衣编织 然后粉丝特别特别多 可能是抖音这边带过来的一些 那个粉丝啊 然后我就想 那我也会编织 我的特长也是编织啊 但是 我的特长也是编织啊 那我能不能做这个编织类的呢 于是我就尝试的 去做了一下这几个编织的视频 我感觉做的编织的视频 比那个日常的那个播放量 稍微有好一点 然后我就发现 哎 人家也做教程呢 我能不能也做教程呢 我就跟着学做教程 刚开始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还蛮有信心的 我发现 自己做了一个得心应手的事情 自己能做 能做这个事情就说 你不愁这个视频的这个 内容了 就说你每天都会有内容出来 就不会枯竭 但是做了几个月以后 我就发现啊 人搞得很累 很疲倦你知道吗 就是 我每天 为了赶这个编织教程呢 每天不断的要学新的东西 学的新的编织方法 然后并且要把成品赶出来 首先自己手上做一个小样 再做成品 这样就人很累 那这样我的那个 本身就有肩周炎啊 什么的 紧缀病这样的 时间搞长了 我就发现 对这个不是很好 我就在考虑 这个 确实有点累 有点力不冲心 还有一个我就发现 人家一直在做编织视频的是什么呢 它是有毛线店的 它本身就是买毛衣 卖毛线的 那它就不愁有货 它就可以拿那个样品出来 拿毛衣出来 拿样品出来 或者卖线 都可以去分享这一类的 那我就没有东西 我就全靠自己两只手 一个人做 而且他们做毛线店的 人家背后是有师傅的 是有人 有团队给他们织毛衣的 所以要在这一块 我们可能是 要被打汰的 注定要被淘汰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这几天 就停下来了 然后呢 然后我又在这思考 我又想把这个号 你说要放弃的话 这个号我还舍不得 是吧 所以我要把这个号 持续做下去 我想还是要做自己 最擅长 然后呢 不太费力的 这个 一直能坚持下去的 才能把这个号 做长久 所以我在想 那我这个年龄段 我看到也有这种 什么聊天类的主播 我这个年龄段 像别人有人喝茶呀 什么的 我也白喝茶 那像那种 强强三人行 他们都是谈话类的节目 就是整了几个人 在一起 谈话类的 对话类的节目 也挺有意思 我平时也是 那个 那个 强强三人行啊 原作派的 这一类的粉丝 我觉得 我们这个年纪 做这个其实也可以 是不是 做这一类的也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 四十多岁呢 有一定的人生阅历 看问题 也比年轻的人 稍微看得深一点 还有做这一类的视频呢 我可以不受 空间时间的限制 想起一个话题 我随地在哪儿都可以来 是不是 聊上两句 都是可以 其实我这个人呢 本身 平时在生活当中 还挺爱跟人交流 聊天 不管是谁 我也能聊到一块去 所以呢 我暂时想尝试的 做几期这种 这个聊天类的 这个视频 我觉得 看看效果怎么样 所以今后呢 请支持我的粉丝 继续支持我 让我的账号 走得更长远 谢谢大家